近日 随着各地筛查力度的不断增强 中国多地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 1月20日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由钟南山担任组长的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 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的疫情 发布会上 钟南山首先介绍了目前最新的疫情情况 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串流 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针对公众关注的传染病病原问题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会上也做出了解答 我们通过一些非常实的 就是已经找到有证据 比如说我们怀疑可能有野生动物销售的地方 他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会检测到这样的病毒 所以这就是证据 当然我们现在说传染来源还不明确 主要指的是具体是哪个动物 现在我们还不明确 正是春运进行时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减少传播呢 传染病诊治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和流行病学科学家曾光指出 在国家层面目前已经开展了防控工作 这次的话中国就做得非常好 从一开始就跟世界卫生组织就有一个同胞 而且不但跟世界卫生组织同胞 跟其他国际社会同胞 在武汉要把疫情病人控制感染者控制的武汉 尽量防止向其他地区扩散 那么对于其他国省事 人要求时的发现 这是最重要 那发现的主要是人子有不舒服 有这个增长 有这个救出师的人 要求时的到这个相关的检验检测 医院的发电门诊 地方去检测 那么检测以后 就求时的发现 然后求时的个力 曾光进一步指出 在公众层面 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以外 更要做到不吃野味 千万别干嘛 带病工作 带病旅游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这些要都行动起来 都做好了 还有的话改变习惯 不要再吃这个野味了 是吧 不要再借助这些东西了 你把这些都做好了 武汉我觉得很快它会停息 据介绍 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 向世界卫生组织 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 此外 国家相关科研机构 也迅速研发出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并进行技术优化 随着检测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预计新增病例 还可能继续增加 发布会上 专家表示 此次疫情发现及时 防控工作迅速开展 呼吁公众 无需恐慌 应相信科学 截至1月20日18时 中国境内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224例 其中确诊病例217例 疑似病例7例 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 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 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